小伙伴们好,我是狼姐 今天我们来聊聊金武英雄的幕后故事 导演陈家上学过永春 自称想念头打得不错 在海外读书时备受歧视 后来李小龙火遍全世界 不说老外都觉得中国人是有功夫 一次陈家上和几个中国学生 在橄榄球场边上聊天 一个人高马大的外国球员 拿到球却冲向陈家上 大家都慌了,叫陈家上小心啊 没想到陈家上一一把外国球员推走 他趴在了地上 从那以后学校的人对中国学生都有点敬畏 陈家上也成了李小龙的野感粉丝 陈家上一开始听到要翻拍 金武门就觉得很荒唐 就打电话给金武门的编剧倪宽 倪宽说他在霍元甲的普告中 发现有一个例子叫陈真 他确实是霍元甲的独立 但并不出名 倪宽觉得这个名字好听 他把陈真当成主人公 故事情节都是虚构的 于是陈家上有了信心 把自己关在宾馆里一周 写出了金武英雄最初的剧本 金武门中 陈真很出名的一句台词是 陈家上不想也没有兴趣 宣扬少读书的好处 特意把陈真设计成一个留学生 电影的第一场打戏 是陈真在学校被一对日本人围殴 其中一个镜头是陈真甩开一个日本武士 但道具失误了 那个演员没有压碎家具 而是重重的撞了一下 反弹到地上 又做指导员和平 觉得这是一个失误 要重来 陈家上却立马反应过来 这就是我想要的真实 从那个时候开始 电影就越来越向真实方向走 电影里连结和周比利 那场决战戏 在搭警的时候 陈家上特意要求把电话板降低 那样的效果就是 动作戏用不了微样 袁和平一看就发飙了 我怎么用微样 陈家上笑嘻嘻地跟袁和平说 那就不用了呗 袁和平回了一句 你好狠 这场决战戏拍了三个半星期 周比利在拍摄结束之后 还呆呆地坐在地上 怕袁和平要重拍 自己可以直接再来 认识陈家上才发现他鬼都是血 立马命令他马上上车去医院 请不吝点赞订阅